欢迎来英语图做客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 图老爹 这次我们来讲一讲英语第一支音标中的 这个音 它是这么发音的 这是一个第一支音标中的双元音 写作这个符号 也就是 哦和啊连在一起 在剧中书写音标时 一般放在一头一尾的斜杠里 像这样 以免和字母混淆 我们说它是双元音 英文是diphthon 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元音组成 它其实就是从起始的 哦快速滑翔 啊 发音一定要连贯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 哦在几个单词中的发音 tour pour more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刚才这几个词中的 pure kure le 之所以听上去有点不同 是因为 we前面还有个 ye ye是个辅音 也有人称其为半元音 ye和we连在一起就是 ye 它可不是一个音哦 在这个音上最常见的错误 就是把英式英语的we读称oh 虽然在英式英语中we和oh 听起来有点像 但是往往拼写不同 而且前者是双元音 而后者是单元音长音 请比较下列每对单词的读音区别 tour tour pour pour mour mour pour这个单词有的词典也收录pour这个读音 这个we在老版的DJ音标中写作这个符号 新版把其中的这个符号改成了这样 这个we在KK音标中对应的音标为 这个符号 读作 we 在标准的KK音标中 其实并没有这个马蹄u KK音标中的 we是个缩小了的大写字母u 相当于i是缩小了的大写字母i 但是很多词典以及英语老师已经忽略了这一区别 所以用KK音标注音时 也往往是用马蹄u 而不是这个符号 在美式英语中 读音在音音中包含we的词 基本上都包含字母are 在美音中会are化 也就是are colorization 请听以下单词 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的发音区别 音音 tour pour mour pure cure lure 美音 tour pour mour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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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e lure 和在音音中不要把wur和or混淆那样 在美音中也不要把wur读成or 请听下列单词在美音中的区别 tour tour 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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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r mour pour这个词 有的词点也收录pour这个读音 好的 wur这个音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这个音难发吗 是否还有疑问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图老爹 而如果你觉得英语图有用的话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点赞 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